阿里巴巴被事監局重罰後 創辦人馬雲手到露面 分析認為阿里的監管風險已經明朗化 但相信中央監管措施會影響金融科技業務的估值 張慧聰報道 馬雲星期三參加由俄羅斯總統普京主持的 俄羅斯地理學會監視會視像會議 俄羅斯通訊社報道 在大約兩個小時的會議之中 馬雲未有發言 即是聽其他與會者交流和報告 作為監視會主席 普京總結了學會去年的工作成果 並且提出今年的計劃 當中提到北極的經濟發展 以及開發北方海路 普京曾經說 對中國的電子商務成就印象深刻 會全力支持阿里巴巴在俄羅斯發展 之後阿里巴巴建立了 全球速賣通俄羅斯合資公司 成為了當地最大的電商 據報由黑海邊到北極圈的小鎮 都能夠收到 觸賣通上面中國商家發出的包裹 對於阿里被重罰之後的前景 聲展認為對互聯網行業起到警示作用 相信被罰之後事件已經完結 隨著阿里巴巴的監管調查已經明朗化 亦都遭到罰款 再加上市監局已經推出一系列的行動 包括來邀請所有平台公司 撰寫自審報告 整個市場氣氛漸趨活躍 大部分科技企業 將要為旗下金融業務成立金融控股公司 聲展相信會影響螞蟻集團 日後上市的估值 有線電視記者張慧聰報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